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江洪恩音演出三立八点台剧《金家好媳妇》, 背注正宫高宇珍偷吃小三张净之, 最后离婚收场却还对前妻勾勾缠, 扎夫形象饱受乡邻们抨击。 昨天他参加网络节目,爆料高宇珍曾私下叹气问他, 为什么我们要离婚? 他笑悔,这个就要怪他自己了。 当一讲出原因,竟让全场大爆笑, 江洪恩昨天在《安安大明星》中,大谈拍戏干苦, 江洪恩透露某天在棚内,高宇珍对他抱怨自从跟他离婚后, 外景变得特别多,加上这阵子天气炎热, 有时候还遇到刮风笑语,觉得很累, 他笑着回答,没想到女神级的高宇珍, 珍的瞬间变得比较黑,接住高宇珍又忍不住说, 我真的很后悔为什么要跟你离婚, 跟你离婚之后我没有一天睡饱的, 又外景接近棚将洪恩讲道者,忍不住大笑了出来, 直呼,他原本跟我同个棚, 同个时间,还有吃不完的美食。 主持人陈建安也顺住接话, 他心里应该想说, 离婚真是个最失策的决定。 江洪恩在节目中高笑装可爱, 三例提供,江洪恩参加安安大明星。 三例提供,江洪恩, 左起,高宇珍, 张静芝, 吕雪凤信里争锋相对, 戏外感情融止。 三例提供, 三例提供,